翻外 第一章 前世今生 绝对不能做这愚蠢的行为 可就在他转身向回走去时 突然间一股极为强大的犀利扯着他向后掉去 当他再次醒来时 却已是物是人非 他在惊骇中震醒 他见到了那个俊美而可怕的男人 然后他侥幸得救 开始了他在这个陌生的世界中的挣扎 然后他爱上了那个曾经想要杀他的男人 而他也爱上了他 一直以来 魏洛都没有想过 要告诉他自己是一个异乡来客 他无法开口 不管那个男人爱他有多深 也不管他已经有了多大的本事 亦是孤魂的来历 他是永远 永远也不准备说出口的 他打算着 把这个来历就此完完全全的忘记 一直到他入了棺材 到他城归城 土归土 他都不会向任何人告诉他的来历 也许是因为太爱 因为爱 所以畏惧 所以患得患失 他害怕枕边的那人 以看待鬼神一般的目光看待他 也许是因为没有必要 人这一生 总有一些小秘密 或者一些隐秘的心事 是不可以对人言的 世事都要向爱人交代明白 其实是没有多大的好处的 现在一切都好 又何必节外生枝呢 当魏洛也知道 精灵对于他也是有怀疑的 他这怀疑也将伴他一生 他知道 越国四公主 明明是养在深宫天角里的孩子 这样的野孩子 据说是不识字的 难道 这世上 真有生而识字的人吗 他更想知道 当年 自己带军围杀下的弱智少女 是怎么活过来的 他深刻的知道 这个世界上 不只有强匪 有奴隶 贩卖 有吃人的野兽 有需要四处寻觅强强女人 才能繁衍下去的部落 在这么步步危机的情况下 当年那个一无所有 弱不禁风的少女 是怎么 步步活下来的 精灵真的很想知道 可是 他没有问 他没有向魏洛询问 也没有向任何人询问 当年 他杀光了他身边所有的人 也差一点杀了他 现在 他还在他的身边 还爱着他 那就够了 他不想追究 他害怕他的追究 会令得他的妇人 记起仇恨 离他而去 当然 隐隐中 他还是知道了 当年 魏洛应该是被墨隐的人救了 也许 就是阴隐 不然 他不会学到 墨隐一派的一荣术 又是明月当空 魏洛已在臂膀中 睡得沉沉的 他长长的睫毛 不停地扑闪着 他的嘴角微微地弯起 似是在微笑 也似是在想着一个 狡黠的主意 这是他的妇人呢 他共同生活了多年的妇人 他怎么也看不厌 也看不透的妇人 有时 精灵甚至想 也许是因为 他是他看不透的 所以这么多年来 他总是无法厌烦她 他总是对她的一切 充满了好奇和关注 这个女人 像是一个红拳 初看 轻而透 细细地看下去 却是深忧无比 偏着深忧中 依然保持着清秀 他的清秀 让他感觉到 他的一切 都是在精灵的掌握中 可是这种自满的情绪 刚刚产生 魏洛便会向他展示 他的深忧 他便会发现 他的另外一面 精灵对他 永远也是看不近 世间所有的妇人 在魏洛的面前 都显得世俗了 或失之肤浅 或失心机过重 或失这表里不宜 这世间 只有魏洛 只有他的小儿 才是不同的 才是独一无二的 此时的魏洛 温凉乖巧 那白嫩的脖子 仿佛一掐下去 便会彻底的消失在这世间 一想到这里 精灵的双臂便是一收 把他搂得更紧一些 更靠近自己一些 直到他的心脏 贴到自己的心脏 精灵这才 虚出了一口气 可是 才搂紧他 精灵就是苦笑了起来 他便无力的抹去 自己的胡思乱想 怀中的这个妇人 是当今天下 最为可怕的宗师 是吴永远在世间宗师之上的魏洛 我怎么能觉得 小儿脆弱不堪一击呢 睡梦中的魏洛 英纯动了动 他在他的手臂间 翻了一个身 将脸悄悄地伸出了他的胸口 透了透气 只是这么捂一下 他的小脸已经是红艳艳的 仿佛那三月的桃花 华美至极 精灵看着看着 不由吃了 他低下头去 在他的小嘴上轻轻地吻了吻 唇简 既温且香 精灵刚刚吻下 一个清亮的 极为雅致的声音 从一侧传来 吻公 师庆曾言 商咒之败 盖 因其单于 拔己之色 周幽之乱 始于包四之祸 我官君父 日日单于母亲美色 何静国不乱 精灵亲吻的动作一将 他的俊脸迅速地变得铁青 这时 他怀中的胃落 长长的睫毛扇了扇 慢慢地睁开眼来 两个人同时抬头 看向那个站在他们身后的二十步处 一与稳功差不多高的九岁小儿 这个九岁小儿 年纪虽小 却已有着几分属于少年的奇长俊美 他正睁大了一双与他母亲一样的墨浴眼 面无表情地 与他的父母大眼瞪小眼 一须发半白地稳功健壮 在一旁倾壳了一声 他连忙伸手拉着大子的手 急急地向后退去 一边退 他一边低声地说道 以太子所见 经过不乱 原因何在 嗯 因为我母过于贤良 善在此言 魏洛听了也是奄然一笑 转向精灵眨了眨眼 悄悄地说 这小儿还犯知识 他的声音看看一落 便听得大子的声音再次传来 嗯 一音 我君父 精灵过人 公司分明 他这话一出 精灵的俊脸也是阴霾进去 就在两个夫妻都极为满意之时 大子的声音突然一提 朗朗地传来 我此言一出 我母必定欢喜 我君父 亦会满意 我方才和两人愤怒 现在和两人欢喜 吻公 我知才智如何 魏洛和精灵两人听得儿子 这般洋洋得意的宣告 同时脸色一清 气得半想 都是作声不得 湾外二 大子 成诗 当魏洛顺利地生出第二胎时 晋国大臣们的心都放松了 夫人生了还是一个儿子 终于 他们的君后又有两个儿子了 这第二个儿子 生下来便是粉粉嫩嫩 圆圆肥肥的 一点也不像他的父母 长相极其平凡 面对众臣 精灵举着刺子朝空中一晃 大声地喝道 子儿明润 在精灵的身后 他的大子已在床榻前 飞飞的小手抓着他的母亲 一双圆滚滚的墨浴眼 冷冷清清地看着欢喜的父亲 瞅了一眼父亲 再瞟了一眼父亲手中的弟弟之后 他转向他的母亲魏洛 小子儿一抿 乃生乃气地说 哼 母亲滴不美 魏洛一睁 他转过了双眼 大笑地看着儿子 看着看着 他突然从儿子的眼中 瞅到了一点羡慕 当下他伸手扶上了大子的脸颊 温柔地说 赤儿 你与弟 君父都喜欢 他知道 他的宝贝儿子 是在妒忌了 精灵正抱着 赤子大步地走来 他听到母子两人的对话 不由脚步移动 他转过头去 看向站在魏洛的身侧 脸孔神情 伺及了自己的大子 看着看着 他的心中一软 他把赤子 交到了一旁的 视臂的手中 大步地走到了 大子的身边 把他搂入怀中 重重地抱着他 精灵盯着 大子的双眼说 我儿名成师 便是欢喜胜利之意 一如既往 精灵说话 总是很简单 很直接 几岁大的孩子 却已经满足了 他慢慢地 眯起了嘴唇 嘴角淡淡地一扬 为了注意到 当精灵放下他的时候 大子便跑到 他弟弟那里 动弄了起来 那小脸上的墨浴眼 晶亮晶亮的 赤子润 出生几个月之后 便是晋国 惠蒙诸侯的 九园的日子 精灵早已出发 赶往九园去了 诸位重臣 只有一二人 留在新田 当然 魏洛也是留守之人 早已休养过来的魏洛 领着两个儿子 坐上没有标识的马车 在新田街中 慢慢地晃荡起来 大子已在魏洛的身侧 正低着头 摆弄着一个木正的马车 这个东西 是巨子送给大子的礼物 赤子润 才几个月大 正含着手指 笑眯眯地看着母亲 咿咿呀呀的 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走着走着 马车突然一停 接着 文公的声音 从外面传来 夫人 有一父当道 自大子出生之后 文公便是寸步步离地相守 现在 他充当了魏洛的御夫 魏洛缓缓地掀开了车帘 透过纱帽 他看向五步外的 那个名利的少女问道 如 何以教我 他的意思是 你挡下我的马车 有什么要指教的吗 那少女盯着他 头一仰 声音脆脆地问道 你 晋夫人否 然也 善 文晋夫人 自持色眼无双 独占君侯 妾 吴瓦也 愿与夫人 一较容色 啊 愿与夫人 一较容色 这个面容只是清秀的少女 居然说他要与魏洛一较一下美色 魏洛哑然失笑 他好笑地问 若你容胜于我 又当如何 那少女文言 小脸一亮 他声音脆脆 快快地说道 若妾容胜于你 妾愿向东街许郎求取 嗯 妾 吃许郎久矣 若不嫁他 终不甘也 魏洛听到这里 英纯一扬 他看着那少女 缓缓地 拿下了头上的纱帽 就在他取下纱帽的那一瞬间 那少女的脸色一白 他盯着魏洛 半赏没有一眼 直过了许久 那少女才苍白着脸 喃喃地说 妾不如夫人甚远 然 东街许郎 也不如近喉甚远 那少女一争 在他争冲的时候 马车开始启动 一直到魏洛的马车走得远了 那少女还在回想着魏洛的那句话 这一次 惠盟很顺利 正如惠盟前的补词上显示的 大吉 当成中原之主 惠盟之后 晋国便是霸主了 整个晋国 在九元惠盟后 都缠浸在欢喜得意当中 特别是大臣们 晋国 在他们的执政的时候 成为霸主了 他们会因此 成为史册上千古流芳的人物 因此 他们的欢喜是无法言语的 有时候 魏洛都是有点无法理解 这个时代的人 怎么会这么爱名呢 也许是因为他们信奉鬼神 信奉人死之后 神灵不灭 拥有了美好仁德的灵魂 会升到天上 会与诸神一起永生 也许是因为这世间太多的无常 就算是王孙公子 也难保灭国王身 在这种朝夕不保的情况下 得到了利益又能如何 反正都是保不住 不如求名 求身后之名 求死后永生 成了霸主之后 精灵便带着浩浩荡荡的诸国队伍 去攻打不曾惠盟的诸国 当精灵征服了诸国 逼得诸国 及附属在诸国后的五六个小国 一同向霸主进军低头 胜利回尸时 已经到了年底了 四子都已经开始挖挖的学化了 几岁大的孩子 明显的比以前活跃了一些 这一天傍晚 正是夕阳夕下 景色华美时 在院落里 精灵坐在榻上 怀拥着魏洛 与他喃喃细语 就在这时 一阵蹬蹬的奔跑声传来 却是大子亮亮腔腔的 向两个人跑进 大子的身后 文公正背着双手 远远的含笑看着 精灵抬头盯了儿子一眼 低喝着 和步履仓皇若子 脚步匆忙 叽叽奔跑 都是不符合贵族风度的行为 大子听到君父的训话 立马脚步一顿 他停住脚步 腰背一挺 小脸蛋昂起的老高 顺便扶了扶衣袍之后 步履缓慢的 向两个人走了过来 他静止来到魏洛的身前 在精灵的瞪指中 大子从从容容的 把身子朝魏洛的怀中印矣 然后他昂起了头 乃声乃气的 向他父亲说 儿子母怀 请君父 礼让 这个小家伙居然说 他想念母亲的怀抱 请君父让一下 轮给他靠一靠 精灵的脸顺时都轻了 魏洛低着头 咬着唇忍着笑 一阵沉默之后 精灵轻哼了一声 依然将在那里 与他儿子大眼瞪小眼 魏洛知道 此时的精灵 很是郁闷难堪 儿子都是这样说了 他不好不让 可是 堂堂君父 被儿子这样挤兑之后 再顺从地让出妻子 那岂不是很没有面子 所以这一次 父子两人僵了很久 都是大眼瞪小眼 瞪了很久